美金最近两会人大通过香港的选举改革 选举的这个改变 本来大家以为说对台湾会有一种新的讲法 结果没有 就反而香港变成一个重点 那我觉得 之前我曾经讲过 邓曹平曾经说在香港实施帝国的一直五十年不变 而且五十年之后 还可以再演 当时这样讲 那我想邓曹平也是希望说在香港 能够贯彻法治 能够这个实施民主 香港将来是不是也能够影响到这么大 邓曹平像是比如说南下深圳 先富起来 建设起来然后再影响这么大 就没想到呢 现在等于是彻底颠覆了邓曹平的讲话 把 所谓的一国两制 我看我之前曾经讲 我说这样搞 哪有两制吗 一国变成1.5制 但是 我今天在判 一国两制 1.5制 现在只剩1.1制 你说现在香港大部分是不是完全一样 大部分是完全一样 但是大概也就是 也差不多了 没什么太大差别 香港立法会已死了 香港立法会已经被人纳取代了 等于说1.1制 再来打算就是一国一制 哪有什么一国两制 当然 台湾情况跟香港不同 香港主权已经被大陆受毁 台湾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有自己的主权和自己的军队 那是不一样的 可是 看到香港的情况 我们还是很难过 倒是 数据 位置 这 无法